來看這個選前的新聞 民進黨總統參選前 落選頂 驚出是經濟倫斷 強調若准動選 經濟成長率 平均在三點五%以上 蓋液蓋也有活躍 就要延長加班洗手 開放過接二天到關公夷 做基本的拚掃和服務的工作 不過這個落選頂率是不各位說白 如果國民黨的學友紀 是政委 勞工薪水 掛賣付錢便報 基本工資也沒有 但沒有票 政府要花花束口 另外外交部要查 民進黨總統副總統參選前 吳欣營敢有美國 郭文貴市政委說 這個政府是很失誤 吳欣營已經做立委一年 過 現在還要查 民進黨總統參選前 落選到參加九大共產黨 團體共同基盤的論壞 說經濟政策也不用靠定出目標 拿董選總統 經濟成長率 平均未必三點五%下跌 不過國內欠港問題檢重 企業界互有應徵加班時間 也希望能開放 多幾天到觀光業 做既然請假和合部工作 希望落選頂就是欠港條 在聘請外籍 以公解決我們人力方的時候 我們也要特別留意到 台灣本籍勞工 他們的薪資 還有他們的權益 落選頂成都 米蘭拉州總統的主席 經濟發展會議 邀請企業界 努動界共同參選 經濟發展議題 前面劉華島主也表示 那中國對頂尊嚴 問英文都是開的 共同好友誼 因為欠港議題 又強重用 覆平落選頂中欠港 原因是民主社會有 都完集合環境 欠港議民進黨 現在有時想要一地 民進黨國民協 當英國鄉新潔少爺 對付出五成形 比這期有美國國賊 中三會幾次已經 喊請外交部 協助雜誌 外交部也在第一時間 專程作法關注協助雜誌 不過國民協政府 現在才查是政府失職 國籍法裡面你知道 要當立法委員 不是要不得有雙重國籍 他都已經當超過一年了 現在才在查 那是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完全失職 五成形在邊說已經放棄 美國賊 經濟了解 他在國民協 共產總部參加五前會議時 表示自己絕對沒有相電 國賊 今年以前就因為 數年因素放棄 美國賊 這部分沒問題 記者俗合報道